波又来了全市图 你看看他们一个额装的多项 其实北京只有两站队的一个位置 这个小区的话呢 它全是现房 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小区已经卖了2万块钱了 如今的话呢 已经是现房了 价格在8千元 8千元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买房能买破产 希望我的亲身经历 能够给大家一些细节 这是我名下七套房子的房产证 我发誓我不是在驯服 这些房子 原来我觉得是我的骄傲 我的保障 是致富奔小康 买这么多房子 就是看着房价一路上涨 想通过买房赚点钱 现在觉得 这些房子就是个定时炸弹了 你们看看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看起来装修挺好的 这款也是有两百多万 现在我是在住着 过几个月 就不知道还是不是我的 这个装修了那几十万的钱 都是借的 当时为了买房 身上没有现金嘛 人家那个时候 看我这么多房子 借钱特别好借啊 现在知道我快还不起了 都来上门要钱了 昨晚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前天刚失业了 这几天几乎都没怎么睡 看了13年的公司 一年就倒闭了 还不想给赔偿 真的是雪上下霜 我现在还不敢跟我妈讲 所以还完这个月的贷款 我就没有钱还了 我还有三个孩子 还有老妈要养 我妈一个月追求工资 才两千多 都不知道后面吃饭的钱 从哪里来 我所有的房子 都是银行贷款买的 没有一套是还清的 其实原来有一套 我2010年买的房子 110平的 那个时候房价还比较便宜 所以2014年 我就还清了贷款 但是为了买房子 把这套全款的房子 又抵押出去了 连拿回来作为首付 又去买了别的房子 我还有一套房子 是二次抵押的 就是原本就有贷款 找了平台 把首付那部分 又抵押出去了 利息还高 一套房子 还两个地方的贷款 反正我昨晚算了一下 总共跟银行贷款 有快一千万 一个月房贷要还四万多 这是我前两天刚还的 一年下来 就是50多万的还款 估计利息得有40多万 几年还还下来 光利息就把一套房子还没了 真的是扛不住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身上还有几十万 但是背不住 这么多的贷款 刚过完年又失业了 身上都已经没钱了 我不是没有想过卖房子 我的房子 有四套是在那种 沉香结合处 当年是特别的火爆 一个月的卖几百套那种 前几年价格挺高的时候 我没舍得卖 现在房子降价了不说 关键是 你降多少钱都没有人买 原本就没有人愿意接受 亏本都没人要 然后市区的这几套房子 我都是首付20%买的 去年一年 房子价的价格 都超过了总房价的20%了 我就算现在立刻卖掉 我还是卖掉 如果断供的话 银行